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对于10千瓦的电机怎么计算 它的额定电流值怎么计算它的启动电流又是多少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首先对于三箱的电机我们计算额定电流值的话 我们按照千瓦功率为两个电流来计算 所以它的15千瓦的电机我们直接称样为30 所以它的额定电流值就是30 所以我们计算额定电流值时 我们按照千瓦功率为两个电流来计算 如果是启动电流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电机是什么接法 对于大功率的电动机有两种接法 一种是三角形接法 一种是星三角启动接法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话 它的启动电流是电动机额定电流值的4到7倍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话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话 它的启动电流4倍的话是120 如果是T倍的话是210 所以它的启动电流在120 到210至210之间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 星三角启动的原理 首先我们用星星的接法启动开以后 我们再转为三角形接法 因为星星接法它的启动电流比较小 对于星星接法时 它的启动电流是三分之一的角形接法的启动电流 所以它的星三角启动的话 它的启动电流 我们要按照星星接法的启动电流来计算 所以它的启动电流是三分之一的角形接法的启动电流 所以我们在120安到210安之间 我们再除一个3 除一个3的话为40安到70安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接法 它的启动电流在40安到70安之间 所以这是我们计算电机额定电流值和启动电流的方法 谢谢大家喜欢的 感谢关注